职业规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明确目标采用努力的方向 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利用不同的阶段探索自己的理想职业 对有兴趣的事务或者是活动 你再去透过实习、打工或者是课业学习的方式 再去更加的了解是不是自己适合自己的 那会希望还是可以拨一些些时间来就职业的部分去做一个了解 那了解之后你才可以知道你去参加的这些活动 可以怎么来帮助你去更加了解自己 然后去规划你的神职业 正处职业规划迷惘其实可以向师长父母求助 我觉得这个迷惘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机会点我们就针对这些让我们迷惘很担心很焦虑的事情 来去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处理 因为读心里它肯定要有升学的问题 然后在考研方面就会有很多的疑惑 就不知道要做哪个选择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多多去听已经在这个成年工作人的意见 或许他们会给你一些过来的经验 加上你自己的努力慢慢一步一步走 基本上这个迷惘期是可以克服的 虽然有时候意见不同 但也是参考的方向 父母的心态都有 也都会希望你跟他们一样 他们也能顾好多顺便这种意思 那当然就是主要是说服他们 那跟他们想就是 让他们理解到你是真的对这个产业是有热忱的 你可以继续走下去 那取得他们的赞同也会是你前进力达住 攻欲善骑士必先力气气 对自己的理想职业有足够的准备 机会来临时才能好好把握 那我的方式是 我先进健身房 但是我并不是教练 我先从会来开始来一起 那接触了接触了之后 自然人家发现 你其实是有能力的 自然就会提拔 那当然还是必须要自己做好准备 不断探索不断实践 把握当下 为自己生涯规划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记者黄品学沉浸才被落到